民间故事 鬼村,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书生在镜中发现一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竟慢慢向她走来 正在疑惑之际 美女已来到镜前 她随即吐出一道白烟 书生顿时身体一抖 晕了过去 这个书生名叫世安 热心于读书做官 但尽管她把书都读破了 依然是屡事不重 而且家境贫寒 自己也没有谋生技能 一直靠年迈的母亲和辛劳的妻子 来维持家中生计 世安异常焦虑 但又不知何去何从 逐渐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一天 世安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不由地挨声叹气 她在屋里夺来夺去 不经意间走到一面镜子前 突然 她发现镜子里竟然有一位白衣美女 于是便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没过多久 世安醒来了 可醒来的她神情恍惚 目光呆滞 仿佛中了血 这时候 门外传来几声狗叫声 世安走出屋子 发现一只野狗站在外面 野狗对着世安又叫了两声 然后转身就走 没走几步又回头看着她 似乎在暗示她跟着自己走 就这样 世安被一条野狗带着 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 迎面来了一位和尚 和尚发现此人目光呆滞 且前往的方向正是西江战场 那里到处都是腐尸 瘟疫横行 而且阴气极重 她连忙劝告世安已过午时 不要前往 否则性命堪忧 可世安并没有理会她 还在向前走着 和尚还是执意劝阻 上前拉住世安的一只胳膊 向她说明厉害 然而 世安随即一个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她 似乎在告诉她不要多管闲事 那只野狗也对着和尚 呲牙咧嘴的大叫 仿佛在警告和尚赶紧走开 事已至此 和尚只能作罢 他看着世安远去的身影 自言道 愿佛祖保佑公子平安 然后 一句阿弥陀佛 转身离开了 一人一狗 一前一后向前走着 直到太阳即将落山 野狗才把世安带到一处洞口旁 他们穿过洞口 来到一处空旷的地带 野狗就此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世安清醒过来了 他不明白自己怎么来到了这里 环顾四周 世安看到一位正在放幕的老伯 于是就走过去向他问路 老人家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世安呼唤着老伯 却不见回应 老伯就像睡着了一样 世安随即拍着他的肩膀 试图将其唤醒 可等老伯转头的那一刻 差点把世安吓死 以为这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会动的骷髅 世安慌忙逃命 可骷髅一直紧追不舍 直至把他追到一座村落才停下来 世安跑到一座农房前 慌忙敲打房门 门开的那一刻 竟是一位白衣女子 和自己在镜中看见的女子一模一样 世安没有多想 赶忙向白衣女子诉说着刚才的遭遇 祈求能在此借宿一晚 明天一早就离开 话音刚落 就被一旁的老者言辞拒绝 称自己的女儿还是黄花闺女 莫名来了一个陌生男人 这样岂不坏了名声 爹爹 我看这位公子是受到了惊吓 况且天色已晚 我们就让他住一晚吧 在女子的坚持下 老者同意了 晚上 世安躺在床上休息 突然 隔壁传来了水流的哗哗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透过门缝镜看见一双修长的腿 原来是美女正在洗澡 这一幕让他又惊又喜 他激励地掩饰着自己的喜悦 后又理智地嘀咕着非礼物事 从而来一直内心地冲动 可哗哗的水声压制不住他的欲望 在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后 终于以时色性也说服了自己 他偷偷趴在门缝边 尽想眼前春光 正沉迷之际 女子似乎觉察到有人在偷窥自己 转头的瞬间发现了男人 女子尖叫叫 引来了自己父亲 老头拉着世安给女儿赔罪 他不停地向女子道歉 本以为这下惹下大祸 没想到 老头却找来了媒婆 要促成他们的婚事 这让世安摸不凿头脑 好在女子貌美如花 自己也不吃亏 于是他隐瞒了自己的家世 当晚就和女子成婚了 女子名叫月娘 花容月貌 楚楚动人 看着娇媚的妻子 世安便沉浸在这温柔乡里 似乎已经忘记自己家中年迈的老母 还有辛劳的妻子 第二天 老头宴请了村里的人 世安通过和他们交谈得知 这个村庄叫陶庄 生活物资都是自给自足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从未离开村子半步 也不知道京城的存在 当众人问世安做什么营生时 他却回答说要读书做官 众人听后面面相聚 不知所云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书 更不知道什么是官 这让世安十分焦虑 此地虽然丰衣足食 如幽无虑 还有娇妻相伴 但自己终其一生的目标 便是读书做官 他觉得没有输自己的人生 将毫无意义 晚上 世安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乡 妻子觉得他是太闲了 便让他跟邻居大叔坐有伞 可他笨手笨脚 做出来的伞并不好 但是大叔还是足额足数 给了他相应的报酬 虽然有份轻松挣钱的工作 吃喝不愁 平日里还和邻居下棋消遣 可是安还是念念不忘读书做官 但是 每当问起京城和书籍的事情时 所有人都避之不谈 这让他很奇怪 世安平日里也爱照镜子 可他回想起这段时日 发现此地竟没见过一面镜子 于是就问妻子镜子的事情 妻子居然不知道什么是镜子 可没镜子 他这每日精致的妆容 又是如何装扮出来的呢 带着这些疑惑 世安决定一探究竟 白天世安在外面转了一圈 刚回到家就看见妻子伸手分离正在化妆 他惊恐万分 转身要逃脱 却被妻子喊住了 让他早点休息 看着眼前完整的妻子 难道是刚才自己看花眼了 世安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能照做 世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想起在自己家乡生计都成问题 但在桃庄随便做一些纸伞 换来的钱就够平日的开销 这些迹象让他觉得这个村子非比寻常 为了搞清楚 他整日游荡在村落寻找线索 他找到种菜的大叔 想打听桃庄的游览 可大叔却如惊弓之鸟般 找了个借口慌忙回避 世安纳闷急了 就紧跟大叔的脚步追去 最后看见大叔进了一间房子 他进门一看 竟发现里面有一块刻着大叔名字的墓碑 这把他吓一跳 世安这才明白 这个所谓的桃庄其实没有活人 他接触的这些人都是鬼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的恐惧 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该如何离开这个鬼地方 想起自己先前都是因为一面镜子 才来到这里 他就趁妻子熟睡之机 起来寻找镜子 就在这时 岳父的房内出来一下 他走过去查看 推开门的那一刻 竟发现岳父成了一个窟窿 他惊恐万分 也顾不得那么多 打开房门撒腿就跑 在黑夜中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跑 只想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知何时 后面多了一条野狗对他紧追不舍 他慌不择路逃到了一处悬崖边 最终在狗的追赶下跌落悬崖 不曾想 世安静在自家的床上醒来 母亲和妻子看他醒来了十分高兴 原来他已沉睡半月有余 先前的和尚也在他家里 和尚早就算出他今天会醒来 他让世安服下安神的汤药 并告诉他这是中了邪魔 被阴魂附体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急促的嗷叫声 接着就有人再不停地敲门 老太太开门的一瞬间 门外出现一个骷髅怪 众人赶紧将门堵上 可骷髅力大无穷 眼看就要破门而入 法师便抽出宝剑 将骷髅怪引了出去 最终在大战三百回合后 骷髅怪倒在了法师的利剑下 老太太惊魂未定 认为自己老来见鬼活不长了 高僧却告诉大家 这不是鬼 而是活死人 这骷髅怪是西江战死的将士 因无人收尸就成了行尸 为了减轻施安的恐惧 和尚用泥巴封住了他的双耳 并点上了朱砂 临走前和尚叮嘱他们 三天后才可将泥巴弄破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 士安过上了两天清静的日子 在这期间 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只顾补习之前拉下了文章 可在第三天却发生了意外 在士安躺床上休息之际 遭到了一只蚊子的骚扰 结果他不经意地把封耳的泥巴捅破了 这时候 门外传来悠悠嘀声 士安突然如同凿了魔一般 邪魅一笑 而后目光呆滞走向门外 而屋外竟然出现了一架马车 将他载着笨向桃庄 推开门的那一刻 依旧是白衣美女在等候着他 再次来到此地的士安 没了先前的恐惧 虽然他知道眼前的月娘不是人 但他并不抗拒月娘对她的爱 可在经历过先前的逃离之事后 月娘就不再让别人接触她 怕把她吓到 士安从此在桃庄没了朋友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对任何事也提不起兴趣 虽然衣食无忧 还有娇妻相伴 但他还是想要离开这里 于是 他向妻子提出了自己要离开桃庄 回到自己的家乡 月娘说 桃庄是极乐世界 这里没有尘世的烦恼 难道不好吗 你为什么还要苦苦留恋俗世呢 面对月娘的苦苦挽留 士安不为所动 他哭着告诉月娘 这里不属于他 希望月娘能放他走 看士安哭得这么伤心 月娘也是很心疼 决定让士安看清真相 他把士安带到内屋 然后亮出了一面镜子 神奇的是 士安在镜子里发现另一个自己 镜中的他已病入膏肓 正躺在床上被妻子喂药 士安惊恐万分 大声呼唤着结发妻子的名字 还不停地怕打着镜子 极力让发妻听见 似乎忘记了此时的他正处在桃庄 桃庄是一个鬼村 但却是一个室外桃源 这里的人风衣足食 没有欺压和剥削 而镜中的现实世界里 士安的生活却是很凄惨 他屡是不重 没有任何生活技能 全靠年迈的老母 和瘦弱的发妻支撑着残破的家 桃庄虽好 但一想起这里的人全是鬼 士安还是决定回到现实世界 他担心自己的鬼妻子阻拦自己 为了彻底了断 于是心一横 决定将他毒死 这样就不会再中邪 来到这个鬼世界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趁月娘不注意 相夺要倒进月娘的酒杯中 看士安没再提回去的事 月娘便以为他一想开 愿意和自己在这室外桃源快活一生 很高兴地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看见月娘饮下毒酒 士安则在此时显得有些难舍难分 或许他是舍不得月娘的美貌 或许是舍不得桃庄的衣食无忧 可现在为时已晚 要笑很快发作 月娘独发倒地不起 士安紧紧抱住月娘 似乎再诉说着对她的不舍 月娘此时心痛万分 真心实意地相待 却换来这样一个结局 看着没了气息的月娘 士安或许在此刻醒悟 他后悔自己不该这么绝情 些许时间后 他忽然发现怀中的妻子 已是一具骷髅 他吓得连连后退 面对这个恐怖的骷髅 难舍难分的情感早已烟消云散 他坚定地看向镜子 似乎明白那里才是自己的家 他努力地拍打着镜子 尽可能让发妻感觉到她的存在 而这一次 他入院地回到了人间 石娘 石娘 我在这 我在这 士安一边拍着镜子 一边喊 士安 你怎么了 快醒醒 他从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 结发妻子正坐在床边 此时的家中依旧是破败不堪 而且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看着机灰已久的药灌 士安明白这次又沉睡了很久 当前紧要的是抓药给母亲治病 他来到药铺祈求郎中 给自己母亲看病 可郎中都知道她是个穷酸书生 根本没有钱 所以拒绝了她的请求 事已至此 士安别无他法 只能来到采石厂做小工 想赚些钱 可这里需要身强力壮的劳工 他若不禁风的样子 自然不被监工看上 监工一推 士安便倒在地上 还遭到劳力们的嘲笑 不好好在家念书 在这里和我们抢活 大家哈哈大笑 无奈之下 他靠在桃庄学到了手艺 做了些职赛 本以为能像在桃庄那样赚到很多钱 不曾想却无人问津 回到家时 母亲已经离世 自此 他真正地遭受到了现实的毒打 也开始怀念那个世外桃源 士安再次站在镜子前 渴望月娘能再次出现 将她带到桃庄 可等了许久依旧空空如也 月娘 月娘 他拍着镜子喊 此时 士安才明白 真一假来假一真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他盼望的那个月娘 已经被他堵死了 他只能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 潦倒一声 精彩故事接着看 民间故事 因父何实将 南宋末年 登州府一代有一个名叫刘子明的实将 他原本是个孤儿 有幸被一个老实将收养 老实将身份神秘 据说还是个隐世的高人 老实将去世后 刘子明继承了师父的衣钵 为了谋求生计 他到处找活儿干 乱世年代 生活不易 刘子明每天早出晚归 但也只能填饱肚子 连娶媳妇的钱都没有 有一年 刘子明和几个同行外出干活 一序就是半个月 回来的时候却身受重伤 还下了一只眼 村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 刘子明说半路上遇到了强盗 他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万幸了 同行的其他人都遭了不幸 本来刘子明相貌还算过得去 可如今成了独眼龙 加上家里没什么钱 想找个媳妇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 刘子明心态还挺好 说一个人生活无拘无束的 自由自在 挺不错 有一天 刘子明外出干活 再回来的路上 突然听见有女人的呼救声 她赶紧寻声赶过去 原来是一个衣着艳丽的女子 正在背几个流浪汉调戏 女人冰激雪肤 处腰未病 朱唇浩尺 星连淘塞 脸上涂着浓浓的脂粉 一看就是红尘女子 刘子明不会袖手旁观 她不仅会手工活 而且身强力壮 手上功夫也不错 几回合就把流浪汉赶跑了 女子得救后 对刘子明感激不尽 刘子明因为急着回家 就摆摆手对她说 姑娘不要客气 以后要小心点 说完就准备走 这时候 女子突然抓住刘子明的衣服 哀求说 恩公 小女子是逃出来的 现在无依无靠 如恩公不嫌弃 还请恩公收留 小女子愿意为恩公当牛坐马 只要能给口饭吃就行 刘子明心想 自己养活自己都难 哪能还带回一个女人 就挽拒了女子的请求 没想到 这个女子立马跪在她的面前 哭得是梨花带雨 让人不禁心生怜惜之情 刘子明脑中 忽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 在经过一番犹豫后 她最终答应的女子的请求 女子大喜对刘子明又是一番感激 然后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她 女子明叫赵慧 父母早逝 靠乞讨为生 后来被恶人拐走了 还把她迈进了青楼 一天夜里 她悄悄逃了出来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几个流浪汉 回到村子 看着刘子明带回一个漂亮女人 村民们既羡慕又奇怪 都说刘子明走了桃花运 白捡回来一个漂亮媳妇 羡慕归羡慕 还是有些人对她心生嫉妒 说刘子明肯定是对女子使用了迷魂药 让女人心甘情愿跟着她吃苦受罪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 刘子明都是笑而不语 没过多久 刘子明直接娶了赵慧 婚后的刘子明 一如既往的外出找活而干 赵慧则在家忙活 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外人见了都好生羡慕 都说刘子明上辈子 积了不少得 一天 刘子明不在家 赵慧在河边洗衣服 突然 一个衣着光鲜的公子 带着几个下人走了过来 公子见赵慧年轻貌美 立马两眼泛光 心生歹意 尖笑着说 好美的小娘子啊 让本公子乐呵乐呵 说完 这个公子就要对赵慧动手动脚 赵慧害怕得不行 一边躲一边大喊救命 这时候 一个相貌英俊的书生 恰巧路过这里 他身手敏捷 几个回合就将公子和他的几个下人 打倒在地 赵慧对书生感激不尽 书生对他说不要客气 嘴角却浮现一抹怪异的笑容 很快又恢复如初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只要赵慧来河边洗衣服 书生总是会出现在这里 起初 赵慧还是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聊天 但时间久了 他怕别人说闲话 就开始远远地避开了 然而 书生却不打算放弃 一天 刘子宁需要出趟远门 赵慧贴心地为他准备了干粮 还叮嘱他路上小心 要早点回家 刘子宁刚走到村口 有好心的村民提醒他 说最近有个书生经常在附近转悠 好像盯上了他媳妇 刘子宁听后神色淡然 只是说没事的 村民无奈地摇摇头 心想刘子宁只顾着干活 一点二也不防着有人偷他媳妇 正如村民所料 就在刘子宁离开的当天夜里 那个书生就偷偷翻墙进了他家 美人 我可想死你了 进屋后 书生迫不及待地就要搂赵慧 赵慧一边挣脱一边说 你干什么 再不住手我就要喊人了 书生冷笑着说 你喊 再喊你丈夫就别想活命了 还是乖乖听话好 赵慧一听害怕了 他想不到一身正气的书生 竟是个淫荡之徒 就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书生道出实情 原来 哪天在河边调戏赵慧的那群人 就是书生的手下假扮的 书生名叫郑明海 有钱有势 他让手下人假装调戏赵慧 然后自己上演了一场 英雄就美的好戏 目的就是要接近赵慧 郑公子 你是富贵人家 我哪能配得上你 你就放过我吧 赵慧哀求道 郑明海尖笑着说 美人哪 本公子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分 你看看你这个穷家穷丈夫 只要你跟了我 以后吃穿不愁 还有人伺候着 接着 郑明海又是一通糖衣炮弹的忽悠 面对郑明海这些诱人的条件 赵慧难免不会动摇 犹豫一会儿后说 公子 我有个请求 请不要害我的丈夫 郑明海哈哈大笑起来 美人 你多虑了 我要的是你 对你的丈夫一点也没兴趣 说完 郑明海就抱着赵慧滚到了床上 一个月后 刘子明回来了 但是他身上却伤痕累累 这可把赵慧吓坏了 然而 刘子明一脸笑意 安慰赵慧说自己没事 接着就把自己外出的奇遇告诉了他 原来 刘子明这一次外出不是去干活 而是为了完成师父当年的遗愿 师父在世的时候 曾经发现一处墓穴 里面不仅有很多金银珠宝 还有两样宝贝 分别是一本武功秘籍和世间罕见的吸水药 据说吸水药能快速打通人体经脉 让人脱胎换骨 两者相比 吸水药的价值远在武功秘籍之上 老石匠曾经是个练武狂人 明面上是在做石匠活 暗中一直在追求极致功法 当初他收刘子明为徒 就是看中了他不凡的习武体制 这么多年来 刘子明表面上外出干活 为自己的生计到处奔波 其实他是一直在寻找师父所说的墓穴 因为墓穴太隐秘了 实在不好找 说完 刘子明拿出吸水药 对赵慧说 我吃下这药后要昏睡半个月 你每天都要给我喂汤喝 不然我会饿死 赵慧点头答应 相公 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生伺候你的 刘子明服下吸水药后 没多久就睡下了 然而 身旁的赵慧确切洗起来 夜里 郑明海来了 当他听赵慧说 刘子明已婚睡后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谨慎地问 当真 赵慧说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事都做了 现在怎么怕了 接着两人来到卧房 卧房里放着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有金银珠宝 还有一本发黄潮湿的书 郑明海大喜 说 这下我可算立了大功了 这次郑明海没有和赵慧翻云覆语 他包好包裹说 你看好这个包 不要打开它 我去去就来 说完 就离开了 直到五天后 郑明海带着一个道士来了 而且他自己也扮成道士的模样 赵慧见郑明海装成这个样子 还消失了几天 就抱怨起来 而郑明海安慰他 美人啊 过了今天 我们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然后 他对老道士说 师父 弟子已经打探清楚了 这个石匠就是当年那个老石匠的徒弟 说完 郑明海拿出那本发黄的书 递给老道士 说 师父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秘籍 老道士面色凝重 他接过密集看了看 突然脸色大变 不好 我们中计了 话音刚落 躺在床上的刘子明突然醒了 他站起来哈哈大笑道 师叔 你终于现身了 老道士给了郑明海一个耳光 大骂道 你这个蠢货 竟然被他给耍了 原来 老道士和郑明海 都中了刘子明的连环戟 这个老道士名叫广道 是老师将的师弟 郑明海是他的弟子 刘子明说外出去寻宝 就是为了引出他们两个 当年 老师将被黑衣蒙面高手打伤 蒙面高手逼迫他说出墓穴的下落 他封住自己的穴道 然后装死才逃过一劫 老师将猜测这个高手 就是他的师弟 但是自己因为伤势过重 恐怕时日不多了 为了清理门户 他把徒弟刘子明叫来 师徒二人精心布局 一步步引邪道上钩 当初刘子明收留赵慧 不是想娶他 因为邪道的徒弟郑明海好色 所以他就想利用赵慧引其上钩 那本秘籍确实是真的 但早已被刘子明涂抹上了毒药 现在广道和郑明海都中了毒 刘子明没有手软 结果了两人的性命 至于赵慧 刘子明没有难为他 给了他一些金银 让他离开这里 去找个人家嫁了 精彩故事不间断 民间故事 报恩 有个叫龚玉林的年轻小伙 家在山东省来西市 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春节前期 他在本地的一家印刷厂上班 因为厂里的效益不好 所以提前就放假了 那天龚玉林正窝在屋里玩游戏 就听见母亲在厨房叫他 要让他到集市上买一个盖联 说起盖联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用高亮杆编成的一个圆形厨具 包饺子的时候一般会用到 但是只在集市上才能买到 农村人过年都图个吉利 换个新的寓意有个好采头 龚玉林那会儿正在兴土上 根本不想去 可是母亲一再催促 因为怕再瓦了集市就散了 龚玉林的爸爸一大早就去了姑姑家 说是帮忙收拾院子去了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 没办法他只能不情愿地穿上外套 出门网集上走 龚玉林居住的这个村子叫黄花村 距离即使很近 也就十几分钟的路 路上的人还真不少 看来是过年了大家都在忙 农村不比城市 过年的讲究和规矩也多 所以一个年也够一家人忙活的了 一路走来 都是大家忙碌的身影 这还没到年根 就开始有年味了 这就是农村特有的味道 刚来到集市上 宁愿就让龚玉林看到了不舒服的景象 在集市边上都是一些闲散的小商贩 里面有一个穿着皮袄的老头 卖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 老头的车后座上立着一个木棍 绑着几只包了皮的黄鼠狼 在他的自行车前辆上还有几个皮筒子 在龚玉林的家乡 经常能看到黄皮子 集市上也会有人卖这种东西 据说这黄皮子的肉味道还不错 可是这肉也不是谁都敢吃的 龚玉林和别人不一样 他对黄皮子有一种非常的畏惧感 可能和他小时候听的一些关于黄皮子的事有关 所以看到那血淋淋的被包了皮的黄皮子 他就觉得非常不舒服 但是在一些人的眼中 这黄皮子可是不错的东西 既能卖皮也能吃肉 不过就是个普通的活物罢了 穿皮袄的老头看着龚玉林盯着那些黄皮子看了半天 以为他要买就跟他说打起了招呼 龚玉林没有理会他 转身就准备走 对于这种抓活物包皮卖肉的人 他从心底的反感在他看来 这些人眼睛里除了钱什么也看不到 龚玉林刚迈出一步 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那老头的脚下 在那老头的车咕噜下放着一个铁笼子 里面竟然装着一只活着的黄皮 那只黄皮子的个头不算大 也就半尺多长 一双小眼睛咕噜噜地乱转 透着一股子的脚滑劲 看着就让人觉得不舒服 但奇怪的是 一向对黄皮子有微俱感的龚玉林 在那一刻不知道是怎么了 看着那黄皮子的眼睛就是磨不开脚了 似乎被吸引住了 龚玉林看着那两只黑漆漆的小眼睛 就觉得有特别吸引人的光彩在流动 然后就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把它整个人都吸了进去 那种浑恶的感觉持续了有一分多钟 那老头很精明 看着龚玉林的目光 放在了笼子里的那只黄皮子身上 马上录着笑脸 再次上前跟他打起了招呼 老头看龚玉林 此时直勾勾地看着 那笼子里的黄皮子 认准了龚玉林是看上了妖脉 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在他面前一晃 说要是想要给五十块钱就行了 龚玉林当时也没还价 立马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 就给了那老头 然后提着龙子就走 龚玉林就像是中了血 根本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买下那只黄皮子 即使不远处就是一条河 龚玉林沿着河边往西走 此时的他似乎很不清醒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走 那条河是景观河 河堤还没有修好 堤岸上长满了荒草 龚玉林顺着台阶往下走 脑子里有个意识 就是要去河对面的一片荒草垫子 龚玉林往前走了好一段路 终于来到那片荒草垫子 这里夏天会有很多的水鸟聚集 因为水浅草多也会有很多黄皮子 刺猬河舌出没 龚玉林每次路过这片荒草垫子 都会觉得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总觉得有眼睛在里面偷偷地看着自己 可能因为人际罕至 所以会产生一种神秘感吧 他慢慢蹲下身子 把笼子放在了冰面上 打开笼子门的一瞬间 那黄皮子嗖的一声窜了出来 一溜烟地钻进了荒草垫子里去 转眼间就没了踪迹 龚玉林这时也清醒些了 把笼子一扔转身就回了家 因为忘记了买盖帘 回家就被母亲好一顿说 但关于买黄皮子的事 龚玉林没有跟母亲说 看母亲知道了会骂自己 本以为这事就完了 不想第三天就发生了怪事 和龚玉林从小玩到大的两个发小 房叔平和李晶也放假回来了 那天他们准备一起出去玩 就约定在村头的一处破房子前集合 那是他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的地方 因为龚玉林起来的晚了 等他到的时候 房叔平和李晶早就到了 两个人在外面动了半天 见了面就要龚玉林请客喝酒暖暖身子 这三个人的关系关系比较好 小时候没少一起打架闯过 他们约在这里见面 就是为了找找儿时的回忆 三个人差不多一年没见面了 正聊得起劲 突然龚玉林听到身后 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他想可能有熟人赶忙回头看 可发现身后除了荒草什么人也没有 觉得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可没一会儿 龚玉林又听见有人在喊他 但他回头一看还是没见有什么人 觉得很奇怪 见龚玉林接二连三回头看 房叔平就问他在看什么 龚玉林说身后有人在喊自己 可两个伙伴却说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他们俩啥也没听见 虽然两人都说没听见什么声音 但龚玉林觉得自己听得很真切 那声音就在身后的草垫子里 于是龚玉林借口撒尿转身往草垫子里走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谁躲在草里跟自己闹着玩 走到荒草垫子前 龚玉林又听见有人在轻声叫自己 而且离他很近 但是那声音发声不是很标准 还有些模糊 他寻着声音走了进去 可是走着走着那声音就听不见了 龚玉林在草垫子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谁藏在里面 他就有些想不明白 刚刚明明听得真真切切 可怎么会没有人呢 就在他纳闷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后的荒草一阵晃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荒草里走 他以为是自己的发小来了 转身去看 人是没看见 却看见一个恍惚惚的东西蹭了一下 从我脚边窜过 钻进了荒草中 龚玉林大惊 随即一下子想明白了 这不就是三天前他放走的那只黄皮子吗 还没等他细想 就听见远处传来轰的一整巨像 当龚玉林抬头看去的时候 被吓坏了 刚才自己和房书平他们避风的那处破房子倒塌了 龚玉林赶忙跑回去 却没有看到房书平他俩的身影 心想坏了 两个人可能是避风 躲到了房子里面 那处老房子已经荒废了很久 却不想竟然在这个时候塌了 龚玉林在那些倒塌的瓦砾前 大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 心里不停地祈祷着千万不要有事 值得庆幸的是 两人都躲在屋子里的一角避风 坍塌下来的屋顶并没有压在他们身上 只是被坠落的瓦砾砸破了头 龚玉林忙着把他们搀扶了出来 并打了急救电话 回头想想 龚玉林觉得如果当时没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他应该也在那破房子里 绝对也免不了这次血光之灾 而那个叫自己名字的人到底是谁 他一直都不知道 后来每当龚玉林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都会和他放走的那只黄皮子联系在一起 他觉得那天叫自己名字的很可能就是那只黄皮子 也许是为了报恩吧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